这些都是上当受骗的 这个呢我还发过视频 标示50克光这个轮子都30克 更主要是它那个汉锡还不好用 这几个是刚到货的 刚买的 其实我们买了汉锡 第一好用 第二重量要够 这个牌子呢我已经用过一卷了 感觉比较好用 所以说又买了这些 回来推荐给大家 50克100克250克500克 这个是你买500克这款的话 它会免费赠送你一米的试用装 你回去可以先用试用装试一下 假如说不好用 直接联系客服 这个给你退掉 咱们先看一下重量啊 50克的 这是60克 因为它还有这个轮子嘛 100克 114 250克的262 这是500克的527 咱们随便拿出一卷吧 比如说这个100克的 记住 114.8 咱们把这个汉锡全部拿出来 看一下它这个净重够不够100克 我发现很多商家 它标的汉锡含量 是随意标的 标的都非常高 但是结果都不好用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看含量了 直接试一下 好用还是不好用 这是最关键的 汉锡都到这上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轮子多重 算一下它净重 16 咱们算一下 114.8减去这个轮子 16 净重就是98.8 它标称是100克的净重 然后就是少了1.2克 这个呢 误差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不像这款 标称50克 轮子都30克 净重20克 这太坑人了 这是刚才缠出来的100克 咱们用电烙铁在这上试一下 比较优质的汉锡 第一个就是比较好融化 再一个就是它能汗出来的汗点呢 比较光亮 好看一下这个啊 我再拿一个不太好的汉锡 看一下这个 看这个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是比较亮的 这个你看 发污 有的朋友说 这个无签汉锡的话也发污 这个都是有签的啊 无签汉锡价格贵的多 这个从使用体验的话 是有签汉锡使用起来更丝滑 我为什么买了四种规格呢 其实我用的话 我肯定选择这个500克的是最划算的 重量轻的话是相对要贵一些的 就想让大家看一下50克是多大的 100克是多大的轮啊 这是250克这是500克的 另外这些都是一毫米粗的 你看我这还有1.2毫米的 有些汗鞋大东西的话 用1.2的就更合适一些 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吧 另外选择50克还是500克 根据自己的用量啊 假如说你一年用不了几次 那你50克就够了 经常使用的话肯定是500克的更划算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500克 他会赠送一个一米长的试用装 你回去先可以打开试用装 试用一下 如果不满意 感觉不太好用 你直接联系客服 免费把这个给你退掉 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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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